50岁的人生巅峰此刻,也是人生的折返点 俗话说,30岁称儿立之年,40岁称不惑之年,50岁称自命之年 50岁是人生的巅峰,也是人生的转折点 因为50岁的时候,人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感觉40岁以前,时间是慌慌张张的走过 我们就像一条随波逐流的河流 跌跌撞撞,一路被各种小石头摩擦碰撞 一路撒下细细的流沙,直到愣角全无 锐气全无,看看身边的妻儿 看看越来越年迈的父母,看看渐渐发福的生子 有时感觉我们开始老了 当一个人站在50岁的这个年龄的时候 头发开始变白,人也开始离美丽和帅气渐行渐远 剩下的日子不远了,尤其是女人 50岁的时候不要再想那么多 想怎么快乐就怎么快乐 因为青春已经渐行渐远 乐观地说,至少还要活30或者40年 想想人生就那么长 若是索然无味地过,快快乐乐开开心心也是过 年龄财富地位也罢 所有这些都不应该影响生活的质量 努力好好的生活,努力好好的过好每一天 50岁前半生的历练和积累 形成了我们人生宝贵的财富 我们努力过,经历过 有开心也有不开心 该有的都已经有了,没有努力争取到的 现在也基本没有希望了 人生历经风暖,尝试了世间冷暖 50岁的人已经开始了变得成熟稳重 变得处事圆滑,变得开始享受生活 50岁的人生经历了风风雨雨 经历了起起落落 应该明白,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 也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成功 做事努力就好 做人觉得自己对得起天 恰对得起地即可 人生的转折点 50岁要为自己而活 不要再去操心儿女 因为儿孙自有儿孙福 50岁分体已经吃不消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保养身体 那么请你开始重视 人生最大的福气就是没病没灾 尤其是到了50岁的时候 你能给儿女最好的礼物 就是身体健康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所以只能自己珍爱自己 闲亭古酒赏落花 落花纷飞附流水 流水曾取一米月 明月高悬造闲亭 虽然我们已经50岁了 开始步入老年 但是我们的心态还年轻 我们需要自己认清自己 看清自己的内心 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做真实的自己 有梦我们还要追寻 因为我们还有生活